2023年开年,我给大家推荐了九部代播谍战剧 彼时,评论区一片沸腾 很多朋友都是满怀期待 有人对近东的无鉴,情有独钟 而也有很多朋友期盼着柳云龙能再创传奇 实现自我超越,赶超暗算和风筝 而我也跟大家一样 对2023年的国产谍战剧抱有很高期待 然而,真实情况大家也看到了 近东,张志坚,王志文无鉴 彭冠英,傅大龙,王静松薄冰 廖凡,张义,董子健,张鲁一欢言 黄晓明,蒋星,万倩前行者 其中,近东无鉴率先开播 看剧的时候,我以为无鉴会最终垫底 万万没想到,看到现在才发现 无鉴竟然貌似还可以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相比无鉴的人均多重身份 其他的谍战剧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问题 当然,与其抱怨当下,不如期待未来 除了已经开播的这四部谍战剧之外 还有五部谍战剧代播 这五部谍战剧可以说是承载了谍战剧 你们最后的希望 这其中,有积压多年的大制作 也有柳云龙自导自演的新剧 这几部带播剧中 谁最有可能突出重围 国产谍战剧是不是还得靠柳云龙拯救 接下来,咱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1.张鲁伊、张颂文、长河落日 之所以首先提这部长河落日 不是因为他演员阵容有多雄厚 即便他找来了最火的张颂文 又找了张鲁伊 也不是因为这部剧已经定档 会第一个开播 而是因为这部中美合拍的谍战剧 已经积压了多年 可能随时开播 也可能一直都播不了 二战期间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对美军造成重大损失 美军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发动了轰炸东京的计划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一架携带重要信息的美国飞机 在三造岛发生了意外 飞机上一名飞行员幸存 他带着重要信息落到了三造岛上 为了营救这名飞行员 情报特工五目一郎张鲁伊 是所在的特工小队被激活 他奉命亲自前往三造岛 执行任务 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 五目一郎前方百计同敌人周旋 最终 五目一郎面对各种复杂的环境 没有被压力压垮 他找到了这名飞行员 并保证了情报和人的安全 逃离了三造岛 成功完成了任务 这个剧情介绍一看完 想必大家脑海中一定有了画面 中美合拍看似是大制作 有吸引力 但是其中也有风险 一些传统谍战剧 有的都要等几年 更何况是长河落日 目前 长河落日 从2017年立项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五年 依然没有确切的定档消息 对于长河落日 我个人认为 能播出就是成功 质量到底如何 还得看了正片才知道 2.张颂文孤舟 2023年 国产影视剧男演员中 要说谁最火 我想谁也比不了张颂文 他在狂飙中 演绎的高启强 有血有肉 立体又传神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极为深刻 而张颂文 除了早年参演了谍战剧 长河落日之外 还跟曾顺希 合作了这部孤舟 孤舟的导演是林黎盛 该剧的主演是张颂文 和曾顺希 主要配角有张峰毅 周一维 陈都林 应小天 张瑶 孙斌 胡雅杰等 这套演员阵容 虽然有新人演员加入 但总体上也是非常扎实 实力派演员众多 此前 孤舟发布了新的预告片 彼时传出过定档的消息 但后来也不知怎么的 就不了了之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张颂文的演技 他再次演反派 我自然更为期待 同常和落日不同 孤舟这部剧故事传统 要更稳妥一点 顾周的故事 主要讲述的是 年轻特工 顾一终的成长 抗战爆发后 海外留学归来的建筑师 顾一终 曾顺希 是为了民族安危 气底从容 成为了我方的一名特工 他跟敌方特工头目周之飞 张颂文是斗智斗勇 并不断成长 最终 顾一终不仅仅战胜了周之飞 还传出了大量情报 为最终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这部孤舟 我个人认为 张颂文的演技 肯定没问题 孤舟中 主角走成长谍战路线 也比较符合当下的 流行趋势 但是 曾顺希扮演主角 顾一舟 我认为是一个隐患 这么一个年轻偶像 来当主演 怎么看都让人心力打鼓 对于孤舟 我认为这部剧 变数太多 要想成为真正的爆款 叠战剧 需要突破的地方很多 需要主演曾顺希 超常发挥 外加上张颂文 巅峰演绎才行 个人谨慎看好 三 秦浩 杨幂哈尔滨1944 哈尔滨1944 这部剧的导演是张黎 主演是秦浩和杨幂 主要配角有张子贤 阮元辉 王赫润 浩哥 蒋奇鸣等 别的先不提 光是这几个演员的名字 一出来 就颇有看点 大导演张黎 是大家的老熟人 他的许多作品 都是国产剧中的经典 张黎拍摄古装剧 是一把好手 大明王朝1566 和走向共和 都是他的代表作 另外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还有少帅 也取得了不俗的口碑 秦浩演技实力雄厚 找他来自然没问题 他现在正处在 个人职业巅峰 无论是人气 还是演技状态 都非一百人所能比 远的不说 他在漫长的季节中 扮演的公标 就让无数观众叹福 不过 找秦浩没问题 找杨幂过来 就有了争议 在这里 我不是说杨幂的演技如何 而是一旦杨幂出现在主演名单当中 总给人一种 这部剧要注水感情戏的样子 不得不让人担心 最后哈尔滨1944有个好导演 又找来了实力派演员秦浩 在我看来 哈尔滨1944这部剧 杨幂将会是最大变数 这部剧的剧集质量 还真不好预测 我个人期待杨幂能够有不错的发挥 好不容易拍摄一部叠战大剧 可千万别浪费了 哈尔滨1944的故事 主要围绕我方特工宋卓文的工作精力展开 宋卓文是我方的一名高级特工 他接受任务 成功潜入未满哈尔滨特务科 在这里 他凭借自己超强的推理能力 和周到细致的工作风格 站稳了脚跟 深受领导官学赏识 我方隐秘战线的战士被捕 在复杂的环境下 宋卓文凭借自己的能力 各方周旋 找到秘密关押地点 成功将我方同志救出 宋卓文屡次成功 让敌人损失惨重 他的身份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为了摆脱嫌疑 宋卓文继续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工作 不仅仅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且传出了许多重要情报 最终 在一次任务中 宋卓文身份曝露 重枪倒地 幸亏我方及时营救 成功掩护宋卓文离开了哈尔滨 保护了我方情报战线同志的安全 4.孙宏雷 金贤 金贤这部剧 大背景是日卫统治下的哈尔滨 我方情报队伍中 出现了一个叛徒 代号公爵 为了能够保证情报战线的同志安全 我方派出了一个特种小队 执行除奸任务 为了能够保证任务顺利完成 潜伏在敌人警察厅的特工张帆被唤醒 他凭借着自己超高的智商 和过人的反应能力 帮助小队完成了任务 但与此同时 他的身份也被敌人怀疑 为了能够迷惑敌人 隐藏真正身份 他跟女特工顾念组成搭档 继续潜伏 一起等待黎明的到来 另外 金贤的主演除了孙宏雷之外 还找来了黄磊和江一燕 目前这部剧 也只是公布了简单信息 演员阵容并未全部揭晓 不过 这并不影响 我对这部剧的期待 因为 只要有孙宏雷在 这部剧就绝对差不了 目前 国产影视剧中 唯一能够震得住 柳云龙的暗算 和风筝的谍战剧 只有孙宏雷和姚晨主演的潜伏 这部剧斗半平分9.4 至今依然无人超越 包括柳云龙 比起前面的几部谍战剧 我对这部期待值最高 但是 这部剧目前信息不多 演员阵容还不够完整 具体开播时间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个人希望 金贤能够尽快开播 在谍战剧领域 能比见柳云龙的 也只有孙宏雷了 5.柳云龙叱诈之城 前文说了这么多人 但都敌不过那句经典名言 能超越柳云龙的 只有柳云龙 真正的强者 要超越的 只有他们自己 纵管柳云龙的职业生涯 他拍摄的影视剧 数量不算多 最近几年 各式一部都没有 不过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却足够专一 柳云龙大多数时间 都专注于谍战剧题材 是国产影视剧中 难得的人才 柳云龙的谍战剧 有口皆碑 最大的特点是剧情逻辑通畅 戏剧冲突高级 其自导字眼的暗算和风筝 一部比一部经典 我自己就看了好几遍 不过 柳云龙虽然值得信赖 但这部叱诈之城 也是命运多产 根据传出的消息 刚刚开拍不久 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 导致电视剧多次暂停 目前 关于这部叱诈之城 最新的消息是 剧集名字改为了梦外滩 主演貌似请到了张鲁一 另外 该剧已经成功杀青 现在正处在制作阶段 对于这部叱诈之城 我认为柳云龙的演技 和指导水平大家不用担心 不管这部剧阵容如何 只要有柳云龙在 这部剧的质量就不会差 而且 好是多磨 运气好的话 柳云龙实现自我超越 也不是不可能 这部剧 唯一让人担心的是 何时开播 柳云龙的新剧 是所有带播叠战剧中 最让我期待的一部 希望六哥不要让观众失望 最后 以上五部重磅带播叠战剧 你更期待哪一部播出呢 你认为谁会脱颖而出 成为真正的爆款呢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 无论 多优租 剧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